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间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是以赛亚书的第47章 以赛亚书的第47章总共有15节并不长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先知哀叹 巴比伦遭审判 败落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堕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1到4节 巴比伦原本如处女 闺女 但是蒙羞如同奴仆 第二段是5节到9节 寡居和上子之痛 临到巴比伦这列国的主母 第三段是10节到15节 巴比伦人倚靠邪术毫无用处 被毁灭已经成为定局 我们为今天这一章所选的要节 是7节到9节 经文这么说 你自己说 我必勇为主母 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 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 你这专好艳乐 安然居住的 现在当听这话 你心中说 唯有我 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知寡居 也不遭上子之事 哪知上子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 正在你多行邪术 广施辅咒的时候 这两件事 必全然临到你身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刚读过的 以赛亚书第46章 神界先知告诉我们 巴比伦人的偶像 被人抬着 被牲畜驮着 自己都要被掳掠 遭毁坏 其实完全都不能拯救 那些敬拜他的 巴比伦人 脱离波斯人的手 但是伟大 以色列的神 却从以色列生下来 出母胎 就将他又抱抱又怀揣 一直怀抱 拯救到底 所以假神 真神 一看便知 因此在这世间 敬奉偶像 不敬拜真神的人 这是又愚昧 又虚妄 到了本章第47章 又继续讲到 巴比伦败亡的结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四节 在这段中 神界先知 将巴比伦帝国 及他的人民 比喻成 处女和闺女 但他们受到神的审判 从中贵的宝座上 下来 蒙受 做奴仆的羞辱 第一节 提到 巴比伦的处女 和加勒底的规律 这是在指 巴比伦帝国 原本强大 没有哪个国家 曾经征服过他 他原本 坐在宝座之上 但神命令他 要下来 不再有宝座 可坐了 要坐在地上 还有原本 养尊 处优的地位 要完全改变 这处女和规律 不再被称为 柔弱娇嫩的 意思是 巴比伦被征服以后 他的国民 要给征服他的波斯人 去做粗活和重活 第二节 第三节 就在讲 维奴的光景 处女和规律们 要用墨磨面 要揭去脸上的帕子 脱去原本身上穿的长衣 还要露出腿来 蹚合 这都是原本 巴比伦尊贵的人 所不必做的 但他们如今要去劳动 没有人尊重他们 第三节讲的是 当他们在露腿 蹚合的时候 下体的羞耻 就露出来 巴比伦人 原本的尊严 完全不复存在 三节的后半节 和第四节就在讲 巴比伦人 之所以会有如此的遭遇 都是神 要在他们身上报仇 像迦勒底人当中的 任何人 都绝不宽容 那审判巴比伦的 他的名 是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他乃是以色列的救赎主 我们要注意到 在以赛尔书的开头 每每讲到 以色列圣者 这一名字的时候 都是要先讲 以色列百姓的罪 然后就讲到 神属性的圣洁 但神的圣洁 和随之而来 对以色列会中的审判 不仅仅是 展开在 以色列人 和神之间的 以色列的圣者 对居住在全世界上的人 都有意义 他的圣洁 荣光 既光照出 神子民的 污秽 悖逆 和有罪 同样 神在外邦世界面前 也会用他的义 和圣洁的标准 来衡量并审判 列邦列国 居民的行为 所以神说 我要报仇 谁也不宽容 接下来是第二段 五节到九节 在这一段 神就告诉 巴比伦 那上司和寡居之痛 会在一日转眼之间 临到罪恶的巴比伦 神就讲 为什么要重重的刑罚 巴比伦的原因 第五节的经文 就像第一节的经文一样 都是在讲 巴比伦地位的改变 经文称巴比伦帝国 为迦勒底的规律 他曾经在列邦列国之间 享受尊荣 权柄 因为他曾征服 并打败许多的邦国 那些降服于他的国家 将巴比伦 尊崇并吹捧得 像天空中的日月一般 但如今 巴比伦的荣华 尊贵和权势 都不复存在 没有哪个邦国 再向他示好 进贡 他要在万国万民中 被孤立 就像经文所说 你要默然静坐 进入暗中 因为你不再称为 列国的祖母 到了主前539年 当波斯帝国 走上历史舞台 打败了巴比伦政权 从此 巴比伦在列邦当中的影响 就不复存在 第六节就讲了 神为什么要重罚巴比伦 这是因为 神曾经向自己的百姓 犹大国的子民发怒 因为他们犯罪 得罪神 神于是 便使自己的产业被亵渎 神也就将 犹大国的国民 交在巴比伦手中 这都是出于神的 但是巴比伦做了神 所不喜悦的事 在巴比伦帝国中 从君王到百姓 对于被他们掳掠的神的子民 丝毫也不加以怜悯 他们就像那古代的法老一样 将极重的恶 压在以色列人身上 尤其是加在神子民当中 那些老年人身上 这种行为 乃是神所痛恨的 第七节 神就责备巴比伦 他自以为巴比伦帝国的王权 会千秋万代稳固 所以 这罪恶的国家 丝毫也不思想 有关公义和怜悯的事 不去思想 一旦做尽了坏事 那幕后的结局将会怎样 第八节 第九节 神就警告 那专好艳乐 安然居住的巴比伦人 一定要听 神界先知的口 所发的话 巴比伦自己心里说 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我必不知寡居 也不遭上子之事 在第十节 巴比伦人也心里说 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古代的巴比伦帝国极为骄傲 他的王尼布加尼萨 曾说自己 乃是上天下地的统治者 我们要知道 这就表明 他认为只有他是神 但是当我们读前面四十五章的时候 就看到神曾借先知 不断的宣告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所以巴比伦自称 除了自己以外再没有别的 这便是公然的 要与创造天地万物 又同管宇宙外有的神 对抗和较量 巴比伦类似的表述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 以赛尔书十四章 十二节到十五节 巴比伦与神对抗 其背后是有着撒旦的邪恶根源 巴比伦自认为 他永远也不会寡居 也不会上死 寡居是指着 不再有别的国家 与巴比伦结盟 上死 是指国家的政权 已经失去了强大的军队的保护 以及人民的支持 巴比伦非常自信 自认为永远也不会寡居 永远也不会上死 但神警告他们 哪知上死寡居这两件事 在一日转眼之间 必领导你 当这两件事 领导巴比伦的时候 巴比伦还正在 多行邪术 广施符咒 但是即使 多行邪术 广施符咒 都不能救巴比伦 脱离灭亡的结局 他必会上死 也必会寡居 就像第五节所说的 要默默静坐 进入暗中 从此 不再被称为 列国的主母 神的刑罚和审判 是有定时的 巴比伦 使神的子民 受尽了折磨和苦害 在巴比伦 从君王到百姓 向那被掳的神的子民 完全没有怜悯 也绝不以公平公义来对待 因而呢 带来上司 和寡居患难的日子 就必在转眼之间 临到巴比伦 接着是第三段 从第十节到十五节 这一段讲到 巴比伦人 倚靠邪术 但被毁灭 已经成为定局 第六节的经文中 曾提到 巴比伦人 没有怜悯 第十节 神继续责备巴比伦 他们乃是 速来 倚仗自己的恶行 而那倚仗自己恶行的人 都会认为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无人看见 神告诉巴比伦 你的智慧聪明 使你偏邪 而且十节中 又重复了 第八节 巴比伦在心中 所说的话 唯有我 除我以外 再也没有别的 巴比伦一心要于神 对抗到底 于是十一节 先知被宣告 因此 祸患要临到你身 你自己 不知何时发现 灾害落在你身上 你也不能除掉 所不知道的毁灭 也必忽然临到你身 巴比伦再狂妄 而且还妄想与神同等 但他毕竟不是全能全知的 他无法预测 那毁灭性的结局 究竟何时临到自己 所以这光景何其可怜 巴比伦为什么不忧虑呢 他还真的不知道忧虑 因为第十节已经说了 巴比伦人 所倚仗的智慧和聪明 使他越来越偏于邪 直到刑罚和审判 忽然来到 十二节 十三节 神借先知的口 用讥讽的口吻 向巴比伦喊话 说 站起来吧 用你从幼年 劳神施行的符咒 和你许多的邪术 或者可得利益 或者可得强盛 你筹划太多 以致疲倦 让那些观天象的 看星宿的 在越朔 说预言的 都站起来 就你脱离 所要临到你的事 记住 这两节 是神 借着先知的口 在讥讽 挖苦 巴比伦的统治者 但实际上 符咒和邪术 以及巴比伦人 所筹划的 还有那些 观天象的 看星宿的 在越朔 说预言的 真的能够起来 就可以使 巴比伦 获救 并脱离 那要临到他的 灾难之事吗 其实完全不能 巴比伦人 倚靠假神 偶像 交轨 行邪术 这一切所行的 他们从中 都无法得到益处 获得强盛 巴比伦的败亡 可毁灭 已成定局 十四节 十五节 就补充说 他们要向 穗节 被火焚烧 不能救自己 脱离火焰之力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 他们 理解为那些 施行辅咒 和邪术的 还有观天象 看星宿 并在越朔 说预言的人 他们自己 都要像庄家的 穗节一般 被火焚烧 他们又怎能 使整个的巴比伦 脱离火焰 所带来的毁灭呢 十四节 后半节 就解释 这要临到巴比伦的火 并非可考的炭火 也不是可以 坐在其前的火 我们都知道 这火乃是审判的火 若是直说 其实就是 那阴间和地狱的火 大家如果看 后面六十六章 二十四节 就讲到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 这不灭的火 就是散判之火 十五节 接着说 你所劳神的事 都要这样 与你无异 在十三节 又说 你筹划太多 已知疲倦 巴比伦所做的 一切劳神的事 都是要靠己力 与天上的大能者 对抗 反叛 但不管巴比伦人 筹划什么 又行邪术 又广失辅舟 或观天象 或看星宿 或是在月朔发预言 他们所做的一切事 都不会带来益处 所以十五节的头半节 其实就回答了 十二节 十三节 神警告巴比伦人 他们违背神的心意 所做的一切事 都不会救自己 脱离神审判的手 不但巴比伦人 所劳神的事 与他无异 巴比伦最后 必会落到 第五节所说的 不再称为是 列国的主母 因为那从幼年 与他贸易的 也都各奔各乡 无人救他 所以这时的巴比伦 就很像启示录 第十八章里面所讲的 被火所烧的大淫妇 他的名就是巴比伦 他必要倾倒了 倾倒了 因为没有谁 再会与他贸易 做买卖了 大家看启示录 第十八章的 第十一节 大家也可以看 启示录 第十八章的整章 里面都在讲 那罪恶的 巴比伦的败亡 和毁灭 在这里 巴比伦既是一个 古代帝国的实体 到后来 又会成为 一个属灵意义上 败坏的统治 它存在于 所有抵挡神的 信仰 文化 政治 经济 军事的体制中 以色列的神 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看见 你公义的审判 和刑罚 领导巴比伦 而你的子民 就要从这 邪恶的挟制中 得自由 我们送赞你的名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靠我们的主 耶稣